Hello 我是My Flower Letter的Kelly 上次我們去了Flower Farm 摘花回家 現在我示範和大家做一個田園風的Wild Bouquet 一個田園風的Wild Bouquet最重要是要像大自然田野之中執起它一樣 顏色方面是要比較自然的 例如是白色 淺紫色這類型的顏色 而這個花束會用大量的葉和很多不同的配花 這個歐式的Wild Bouquet一定不能太拘謹和有過份的修飾 最重要是要有很多層次 有高有低 像它本身大自然的形態 現在我正在用螺旋形摘花束的方法 你會看到我一邊摘花束的時候 手會一邊轉 慢慢一枝花一枝花這樣加上去 這個方法可以令花不會弄在一邊 我自己比較喜歡一個Wild Style的組織 所以之前來英國找一些花藝學校上課的時候 都找了一間專門標榜自己去模仿大自然形態生長的花藝學校 這學校就叫做Catherine Muller 她在倫敦、Paris、New York都有分校 上課模式是每個星期這樣計算 每個星期都有特定的主題 例如一個星期專門做Wedding 那幾天會跟你一起做Wedding Bouquet、Button Holes、Follow Arch 總之是關於Wedding的花藝設計 例如有一些星期專門做Events 可能會做很多不同的桌花、吊飾等等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主題上課 一個星期上課是4天 1至4 上課時間是10點半至下午4點 每個星期是1200磅 這是五年前的價錢和時間表 現在可能已經更新了 大家就要上他們的網站問他們 現在的Bouquet其實都差不多成型了 你會看到有一些花的花材是比較柔軟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硬的葉或花來頂著它 讓它不會太容易倒下來 我們說回當年的價錢 1200磅上四日課 每一天就圍起300磅一天 我們每一天都會做最少2至3個組織 會做些什麼呢 小的可能有些花環、手飾仔、Button Holes 大的可能有些大型拱門、吊飾 甚至一些大型花束 我根本自己一個人摸都摸不完 我自己覺得它的成本已經高於學費的一半 再加上英國的生活指數、導師費 所以我很快就決定了報名了 如果大家都想來學擦花的話 可能會擔心我沒有擦花的東西可以嗎 其實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也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學 有一些是Forest本身想進修一下 有一些是未擦過花但接下來想做Forest 也有一些是當一門興趣的 大家全部都可以很順利地完成他們的組織 所以就算沒有擦花經驗都可以來上課 最後加多一點層次感 這袋花特別會擦下去會高一點層次感 有很多朋友都問我究竟英國哪一間花藝學校是最好 我自己個人認為最重要看他們每間學校有什麼風格 哪一個風格你最喜歡的 接下來我們都會介紹英國有什麼不同的學校 和他們的風格是怎樣 讓大家分享一下 最後的步驟就是剪腳 這個步驟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的花藝生活和英國生活日常 記得訂閱我們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拜拜